东南西北中 他才到广东 我出生在1974年 初自亮相时 是从广州乡小被制烧关 足足开了七个相时 车站大楼上悬挂了局形电钟 他已经陪伴广州走过此十个春秋 拎着大包小包行李南下的人遇怕多 我成为之面潮水的第一道站 春去秋来 我见证广州城长 每天搬走一座中型城市人口 我今年13岁诞生于广州亚运会 我的车站总建筑面积 比纽约中央火车站大三倍多 是柏林新中央火车站的四十多倍 逢年过节 我这里最热闹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 反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铁路交通输入 我是远近闻名的中国岭南交通大动脉 你见过CBD旁的火车站吗 我本来叫天河站 坐落在广州最热闹的天河商圈旁边 1988年有了新名字 上世纪九十年代 大名鼎鼎的广州直通车 开始从我这里发车 之后几十年 我也一直承担着连接粤港的责任 让你一觉睡醒 从广州CBD做到香港CBD 你爷爷的爷爷 在我这搭过车 116年前 我在新村出生 我曾是广州地区唯一的集装箱办理站 也曾是广州最早的客运站 承担过南北户部往来的使命 谁说站在光丽的才是英雄 虽然我平日低调 但我是咱大温区第一个开通运营的高铁站 我位于广州北大门花都 身间 高铁 普铁 城际 地铁多值 多亏了我才能让北部区域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来回 别看我年纪轻轻 我位于增城区新唐镇 是广州铁路的东部枢纽中心 我作为广山高铁始发站 也是广山高铁最大的车站 我让广东省内的通勤更加便捷 出来站到请多指教 经过三年多的匠心建造 今天 12月26日 我终于发车了 白云站的一大特色是交通设施零距离 旅客流线无缝换乘 建成投运后 我会引入京广普铁 京广高铁 广站高铁 广青城际等多条线路 未来我将承接广州站和广州东站的全部普速客车 进一步提升广州铁路枢纽运能 完善大湾区铁路网络布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